请大家看看这条微博 这是我发的条内容 这条内容呢 一是发不出来 二是勉强发出来了 不准评论 不准转发 不但如此 还有人私下里警告我 你要是没完没了的说这件事 你的账号安全会出问题 我还真是 这话说得我走心了 因为说这话的也不是一般人 可是总得有个是非 总得有个法律界限 对不对 大家看看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有什么问题吗 这条内容犯了什么错误吗 你要有什么错误 你告诉我也行 一而再再而三 受到不准评论 不准转发的惩罚 下达惩罚令的人 你说人家是出于怎么样复杂的考虑 或者说人家的水平很高 高到咱够不着看不见的程度 如果你认为他有问题 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 新华社 他们发的是同样的内容 我只是转发了一下 我只是转发了一下 怎么就不行呢 这是哪家子的规矩呢 下指令 不准司马南转发 不准司马南议论 还告诉你 司马南 你要是这件事没完没了的说 你的账号安全不保 这不是威胁吗 我不就是说了说二级巡视员黄绍华的事吗 黄绍华被抓了 有那么敏感吗 这敏感到底在谁的心里 是 着急 着急在谁的手上 我是得罪过一些人 但是这件事 我不了解什么底细 我只是转发了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 新华社的一条消息 这招谁惹谁了呀 大家仔细看看这条内容 这个内容有啥了不得事啊 对吧 而且我不是没有考虑的 我转发之前 我想了两天 因为前面转了 转了就死 转了就死 后来我我想了两天 我说再转一次 转的是新华社 瞭望专访 人民日报 人民访谈 什么解放军报 中国军网 中国青年报 全文转发的一篇文章 讲的是公平正义 是理想主义 讲的是新华社 瞭望周刊采访 李学正 李学正就是人民名义的制片人 他讲的是法制进步 是创作法制剧的最大底气 人民名义啊 把腐败分子写的那叫一个深刻 那叫一个生动 比方说一个腐败分子 当办案人员破门而入的时候 他非常镇定 躺在被窝里 你们这干什么呀 嗯 旁边躺着一个啊 什么都没穿的女人 还是个外国女人 他冲着八十人员 你们这干什么呀 我们这在学外语 学外语 我看他那我都 我都要笑喷了 但是延远不笑 延远不笑 哈哈哈哈 生动嘛 写到省委副书记啊 啊 写到一个省的公安厅厅长 人民名义这部电视剧是 我们见过以来的这种反腐败题材当中 相当深刻 老百姓拥护 啊 万人空向追一看的电视剧 制片人李学正 隔壁王奶奶关于这件事 有个说法 我一直特别佩服老人家的智慧 她说可怕的不是腐败 可怕的不是发生的那些腐败现象 而是不敢正视腐败 我们党刮骨撩毒 我们党开过大会之后 强调反腐败要永远吹 冲锋号 不管什么人 设计腐败 拿下 这就正式啊 正式勇气啊 如果一个党内部有腐败分子 没有正式的勇气 那只能发生更大的腐败 公安局局长腐败了怎么办 那只能拿下 公安部副部长腐败了怎么办 拿下呀 政治局常委腐败 那也拿下呀 那作为文艺作品 对这种情况做了一些艺术的反应 这个东西能够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能够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 提振了人们反腐败 斗争的信息和勇气 给那些腐败分子以强烈震慑 我看网上采访理学正有一个情况 就是当时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立克 就是给那孙力军送小海鲜 每次拿一小盒 说哎 我给你拿大连小海鲜啊 给你放桌上的 好多人以为这就是大连小海鲜 毕竟大连小海鲜真的很好啊 老虎坛醒海拱腰啊 小海鲜拿来新鲜啊 可是你知道吗 每次这里面装的都是金条 就是王立克 一个普通的民警 就能干到江苏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李学正在拍这部片子 并且这片子在全国发行的时候 王立克震怒 调动各种手段 包括他当时能够使用的公安的手段 收拾这个叫李学正的 因为他看了之后如坐针毡 因为他看着电视剧 很多人就会和他对号 他认为对他构成了羞辱 那不是正好说明了这部电视剧 拍得好吗 很多电视剧太多了 播了之后大家就忘了 对不对 能记住不多吧 但亮剑记得住 人民的名义记得住 说明拍得好 拍得好啊 所以直到今天 人民日报 新华社 这个解放军报 采访李学正 请他谈法治电视剧最大的底气是什么 所以这种现象遭到一些反弹 遭到一些人不满意 甚至我转发了一下解放军报的东西 你们给我删了 你们还不准评论 哎呀 我想 我生出一点联想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因为这事的确是让你们给我弄的呀 有点小敏感 不是我敏感 是您敏感 您敏感个六啊 现在黄少华因为刚抓嘛 案子还在调查过程当中 目前还不清楚 这个黄少华二级巡视员 他是个人行为 还是团伙行为 那么多的事啊 一个人恐怕很难干 总得有些帮手吧 后面有没有大鱼 不知道 大鱼大到什么程度 不知道 中央反腐高压态势 反腐冲锋号角之下 大鱼小鱼能挺多久呢 监制彭丽虎的微博说 黄少华腐败团伙势力依然不小 豁明豁暗 垂死挣扎 党政军权威媒体报道的内容 别人能转 为什么司马南不能转 哎 这是替我说话的 说得好 是啊 为什么我不能转 二级巡视员黄少华的事出来之后啊 不由得让我想到了卢伟 卢伟是谁啊 卢伟是比黄少华大的官对吧 网信部门当年被称作啊 网络沙皇 卢伟和黄少华比是更大的官 现在大官小官都落马 苍蝇老虎一起打 最近招开的大会明确反腐败的昂扬极调 在冲锋号 嘹亮的号音之下 黄了个哨了个华落马了 啊 卢伟早都落马了 这黄少华到底什么事 人们能想到的 无非是常见的口袋问题 腰带问题之外 在这个关键的岗位上 他的所作所为给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 这有个截图 截图字比较小 大家仔细放大开来看一看 这张纸就是被时代周刊誉为中国网络沙皇的卢伟的忏悔手稿 在忏悔书当中 卢伟写道 说我在政治上 紧急上 生活上 工作上都发了严重的 不可要素的臭 丧失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基本党性原则和操守底线 我的理想信念 宗旨蜕变 严重违反六大距离 七个有之 迢迢都犯 自己犯罪之多 只身之恶劣 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巨大伤害 给党的形象抹黑 这卢伟认识很深刻 他还提到说 我本是三村里的孩子 是党一步一步把我培养成正省部级领导干部 我却犯下大错 一错再错 两个多月来 这刚进去两个多月写的 两个多月来 我想的 我说的 我写的 我心中仍要最多的 是辜负 是愧疚 是悔恨 嘿 你瞧人家排比劲 短劲排比 这功夫 去年7月15号 我们党历史展览馆 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当时也曾公布了 卢伟的一部分忏悔书 我认识的一些直接间接 甚至和卢伟搭过班子的一些领导干部 我就没听见一个人 说卢伟这个人呢 是个正派人 熟悉他的人都说 说这个人呢 这个家伙怎么看都不像共产党的干部 你更不能想象 他居然是个省部级领导干部 他缺乏做人的基本修养 走横跋扈 欺上瞒下 张嘴就扯谎 作风粗暴 根本不懂得尊重人 但是卢特别擅长拍马 擅长拍马屁 能挣钱会搞关系 情商极高 江湖兄弟众多呼风唤雨 一路带病提拔 人家官生得跟坐火箭一样 好像后边有一只手拖着 但是所有的人都佩服 这个人呢 他是工作很有魄力 敢干 胆大 那胆大到吓人呢 十多年前我曾经揭露 潘仁美地产豪降集团 涉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我干的这事 卢伟便跑到潘石屹会所 给潘仁美壮胆 一张照片 卢伟坐在中间 刚刚喝过酒 脸上带着微信的红光 坐在中间 确实有带头大哥的派头 这边小潘潘 这边已经炸了糖的大炮 亲自 小潘潘为了给自己壮胆 居然把这张照片 他发到网上去了 既然是你发了 虽然后来你删了 那我们可以转呀 就因为我转了 小潘潘发的 带有芦伟的这张照片 芦伟派了几拨人过来 跟我说 你把那个照片删掉 不然的话 就跟那前面说威胁我一样 要不然你炸号 那我当然 我当然 我当时比较狡猾 我假装不知道卢伟 我说我 我这上面是那个 潘人美那个豪强集团 我发的他们呢 这叫叫拍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不跟你直说 后来当然就知道了 卢伟亲自下令 直接下令 把我关进了小黑屋 咔嚓一下 我网上就再不能说话了 别人没法评论了 看不见了 哎呀 这是卢伟下台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但是奈何呀 人算不如天算 1234567 七天之后 一则新闻 卢伟调任一个新部门任副部长 不再接任中央网线办主任 屁股就挪窝了 屁股就挪了 哈哈哈哈 那当然了 当然我就得以重见天日了 所以如果这个卢伟还在这个位置上 我告诉你 我早就死翘翘了 我们胡同老张有一个见解 他说呀 司马呀 看起来呀 腐败分子管网 网络的网 比腐败分子管钱 危害更大 总结一下这事吧 有那么几条 第一条 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宣传部门 绝不能由这种到处都是把兄弟的混世魔王来领导 党媒请党 你管党媒的管意识形态的官员 是一帮到处都是把兄弟的人 带有黑社会色彩 他怎么可能管好党媒吗 是吧 第二 考察提拔干部 起码要听听群众意见吧 卢伟这个人一路带病提拔 群众反应那么强烈 作风霸道 乱七八糟的事那么多 怎么就一路提拔呀 是吧 有官方应该走走群政路线吧 应该公示一下吧 第三 依法治国 一切应该有规矩 卢伟领导之下有的地方装给你玩暗箱操作 说领导打个招呼 这事这么办 领导打个招呼 那事这么办 机关内部你可以啊 但是你只要涉及到公开行政的内容 那我们有行政法规 对不对 要有法可依 要依法行政 黄二 就是利用暗箱操作 想炸谁的号炸谁的号 想封谁就封谁 想抬谁就抬谁 想让哪个大卫赚钱 哪个大卫就赚钱 想要灭了谁 死无葬身之地 黄二就是利用我们政策上的这些漏洞 执法过程当中的漏洞 行政过程当中的漏洞 他自己藏够那屋啊 所以啊 领导的余毒还没有完全肃清 所以黄二这样的人 他是居心叵测者 他在这地方找到了可乘之机 这期节目很得罪人啊 如果因为这期节目 那我再一次遭受 领导下令给我关进小黑屋的待遇 我有耐心等到放出的那一天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把这期节目存起来 也算是有心之举 再见